嗨 歡迎來到蘇打咪咪 今天我們要做的這個字是婷 這個女字旁的婷 那這個字的話在我個人來說 比較沒有太多不太一樣的方法 頂多就是這個女的這個地方 這一橫擺前面或擺後面的差別 其他大部分的做法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囉 我們從女的這個地方開始 往下上去然後再折回來 勾 拉過去然後往上拉一點點 然後再轉回來這個婷子的最上面 然後把它下來這個口 然後最後是這個地方 那你下面如果說最後想把它勾起來 也可以都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做囉 這個呢一樣就是20G的線 然後我拿了大概25公分 那開頭的地方我們一樣先 摺一個小小的圈 把那個剪線的地方把它藏到後面去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這個女的這個部分 稍微的把它彎一彎 好 如果你要直直當然也是可以 然後再下來這個筆畫呢 我會把它稍微往後面折 不是直接往旁邊 我是把它有點往後折 往旁邊折當然也可以啦 那這樣子有一點點那個 前後的感覺 這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後面這個筆畫的關係 是因為後面這個筆畫的關係 是因為後面這個筆畫 是因為後面的 我會把這個筆畫 因為後面這個筆畫 是因為後面是一個筆畫的 那些筆畫的 如果是因為後面是兩張 一張筆畫的 那我们这个一边做就可以一边的调整 通常我就是慢慢调慢慢调 那这个女呢你也可以做大一点做小一点都可以就是效果不太一样 那我今天把它做的小一点 再来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横的笔画这边 你可以把整条线往前放也可以把整条线往后放都可以 那我个人呢有一个就是奇怪的习惯我会把它夹在以前以后 如果说你要全部往前放齁 你就是夹着这个地方然后直接把这条线压下来 这样子就是全部往前那你要把它往后呢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往后就是看起来效果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我喜欢把它夹在中间 其实我觉得往前放是最好看的啦 因为这个横的笔画会是一个完整的齁 那我会把它夹在中间的原因齁就是 我这边拿另外一个来说明 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女的这一横把它完全放在前面齁 全部放在前面的话 这样看起来这个横的笔画是完整的 但是呢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地方齁会很容易会有可能会开掉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制作比较大的时候 有可能会勾大齁然后这个地方就会开掉 那全部往后的话也是一样的问题齁就是 开掉的这个状况那因为我的字大部分 我做的就是会把它收起来齁 那我怕它们勾来勾去的 所以我是把它夹在中间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往前或往后放 我把它夹在中间的话效果会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它比较不会完全的整个开掉齁 不过说它被别人勾到还是一样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我就把它拉到上面去了 等一下我这边挑一下 那这边呢我会把它往后 再把它往上 再把它往后面再往上一点齁 然后要拉回那个 停的最上面 这边好像太多了 太多了我们就把它修一修齁 有时候呢一个字其实也不是一次就可以 通常会试好几次齁才会 做出一个最满意的样子 因为你每一次折差一点点 然后效果就会有一些不一样 然后效果就会有一些不一样 要录影 这个手机架在上面 手会是一个很奇怪的角度在做事 好 好 粉餅 不行 這邊可以把它稍微往下拉以後再去夾這裡 然後我們就要來做那個口的部分 先把這個調整一下 這痕剛剛被我拉來拉去的凹到了 來這個口的部分 這個口呢就小小的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 來吧 來吧 我來吧 來吧 來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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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